有请组织人赵川 欢迎大家走进暴龙眼镜爱情保卫站 本栏目由Blong暴龙眼镜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图牛下载图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选择幸福选择亚赛何来盼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本节目由拉房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房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天天圈用户特权再升级爱宝粉丝 下载使用天天圈提问 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导师的现场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 既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 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四位老师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马丁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著名演员关玲 华谊嘉兴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爱情导师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先来了解一下第一队 我觉得这辈子能做夫妻不容易 做夫妻得说跟谁做夫妻 跟他做夫妻 我觉得没有几天好日子 可能以前我不受什么责任 我慢慢改还不行吗 两年多都改不好 我能相信你这半年就能改好吗 孩子还小 老人也越来越老 家里需要你 就不能给我就改过新的机会吗 男生说 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吗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林 三十四岁来自黑龙江室内装饰 女嘉宾小宋二十五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美甲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 在这个现场公开吗 愿意 愿意 小林三十四是吧 对 你们俩曾经的关系是 曾经是夫妻关系 现在呢 你现在是离婚了 离婚半年 为什么离婚呢 我就是感觉到心酸心寒 都有哪些呢 我想让他就是找一个正常的工作 然后他不肯 同时呢 他就每天天不亮 他就走了 晚上很晚很晚才回来 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玩游戏啊 也不帮我看孩子啊 毕竟我家孩子才十九个月 哦 你们还有孩子是吧 是的 男孩女孩 男孩 离婚之后孩子跟谁了 跟我了 你没要是吧 我要他不给 我不给 从孩子生下来到现在 你说我不想玩 那你说我十三岁 我就开始就出去给你打工 现在我还是给你打工 我本身我就不想跟你打工了 因为打工嘛 太累了 我自己现在挣钱 我感觉这样自由了 现在这是好 好吗 一共就两三千块钱 没有意义 你现在问题是这样啊 你说这一天自由 你倒是自由了 每天走得那么早 回来那么晚 跟你朋友喝呀吃啊 你说在家里 就靠父母 他出门就靠朋友 那你说 我再没有这点朋友 再没有这点乐趣 然后你说 你别跟我提你朋友 提到你朋友就更生气了 我朋友每个都对我非常好 你知不知道 男朋友那么好 跟朋友过去 是你要复婚吗 是要复婚 朋友好跟朋友过啊 复什么婚啊 不行 不行 不行吵什么呀 慢慢说姑娘 他做什么了 他就是背着我 拿着我的钱 借给了他的朋友 然后常常的把 是共同来挣钱 那时候在外地嘛 刚刚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也就有孩子了 他一门劝我 把孩子做掉吧 做掉吧 我说作为一个女人 我不想要 我不想在你这儿 失去了第二个孩子 我不想我在一辈子 我都没有孩子 我的一个坚持下 把孩子留下来了 就这样一起生活 那我说不要孩子 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因为啥 咱俩住了七年 那你说没有孩子的时候 咱俩多快了 三百年还没的 出去留着玩去 现在有个孩子 你说我一天 祈祷爬叛叶叶的 不白了都是你一个想要 那你想要的孩子 那也是 我如果要是不想要的话 我要这个孩子了 那你说你现在 你说你自己现在 你自己行行的 你说我原意对你好不好 你自己你自己拍 然后你说一说 那你就偏要这个孩子 你如果要是对我不好的话 我以前我也不可能 跟你在一起 七八年的时间 而且 有了这个孩子之后 怎么样了 跟婆婆一起住 住了一段时间 我的婆婆呢 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吧 就是总能出现一些矛盾 他俩就每天 都是这样的吵啊吵 然后我就是在中间 就劝啊劝 我和我妈吵 你就得骗了骂我 你们俩要是不吵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用跟你吵了 我感觉我在中间很难做 因为我毕竟是个儿媳妇嘛 他俩就这样的吵 吵完之后 我的婆婆呢 就一宿一宿地哭啊 我那时候我带着孩子 孩子才四个多月 每天呢 都是我二十四小时带 然后我也是睡不好觉 一个不小心 给孩子洗澡的时候 就烫到孩子 但是我不怪我婆婆 我自己的 那你这事 你还怪我妈呀 我不可能怪她呀 孩子烫的面积大吗 大 当然大了 从这边一直烫到肚脐痒 一个胸部 整个就是全都烫开了 孩子烫完之后呢 烫完以后 直接就送到五院 直接就是整皮 或者是做这个 送到哈尔滨的十五院 然后你们夫妻俩做了什么呢 我搬出去住了 孩子烫伤了 为什么不照顾孩子 而是搬出去了呢 我感觉吧 在这家里边 没有一个宁静的天 我就想有一个安静的天 有一个快乐的生活 结果搬出去之后 也没有这样的生活 她对我的照顾太少了 孩子在住院期间 谁在照顾 我 还有她 那是我俩没离婚的 这离婚半年 为什么又想着复婚了 因为孩子需要有个妈妈 听你前妻的这个描述 等于有了孩子之后 你可能也是经常地 要打打游戏 跟朋友喝喝酒 不太照顾孩子 是吧 从生下来就我一个人 坐月子也是我一个人 包括我要生的时候 她还呼呼大睡 我说哎呀我的肚子疼死我了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那你说我当个男人 那你说你肚疼 我还能找 我帮你怎么整啊 我还会生 我也帮你生出来 我也帮你整到他 她跟我来了这么一句 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她接着睡 我只能说 我只能是 那我不是要干啥啊 我还能陪陪的 还能陪的那一页都得了 那你最起码得替我分担一些吧 你们俩就这样付什么婚呢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 婚会付婚 所以怎么睡得跟女人一样一句跟一句的 现在离婚半年多 当时为什么离婚 是因为孩子出院 你们离得婚吗 还不是 就是因为 她的表姐吧 我今年26岁了 我能把孩子带成这么大 我感觉我已经不容易 孩子带孩子 然后结果她的表姐呢 当着所有朋友面前 指指点点地说 调调你把这孩子 造得这么脏 这么瘦 她当着正人面前 指着着我们 我俩就因为那件事 就因为她的表姐说你没带好孩子 你就跟她离婚了 是还是不是 是的 你就同意了 我就同意了 因为我得回到家里头 我就肯定是啰嗦了几句 然后我俩就这么吵下来了 因为我姐说的 你看我孩子带着这么埋着 你如果我回来给我一句安心 给我一句 带着这么孩子这么埋着 然后又失诊又什么的 然后说了她几句以后 她就反正就 我特想知道就是这孩子你带了 你怎么带 因为我就是七早八八 天天天就去之前去 想复婚吗 我俩必须是有感情基础的嘛 如果说要是把她的脾气 改少一些 爱呀给我多一些 然后我能考虑一下 好吧 各位老师挺麻烦的 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券 我听来听去 听你们俩在这吵吧 我心里特别难受的 就是孩子烫伤的事 因为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人了 对 那么小的孩子 烫伤面你肯定小不了 你不像个当爹的 只想着自己 这么大岁数了 还跟个孩子似的 玩游戏 跟朋友 呼朋勾友 吃喝玩乐 不是就这么回事吗 被妈妈照顾惯了 不是呼朋勾友 都是好哥们 好哥们 好哥们离婚了 好哥们跟你过呀 但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们 那朋友那你说 咱还能给这断了 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朋友 不靠自己啊 我最好意思就是这句话 在这靠这个靠那个 哥老师说你福气吗 福气 还得靠自己 既然自己没那么靠得住 老婆也没照顾好 孩子也没照不住 有什么资格在这 说老师 我做乐的都是我一个人说的 行了你也别说了 跟一个男人这么多年 第一次孩子不要了 第二次还是 还想不要 这样男人能嫁吗 我妈是这方面的带子 她给我讲过太多这种例子 年轻时候不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 上岁数想要要不了 当初可能花一两百块钱处理掉 对不起一个生命 回头花一二十万也要不回来了 因为没机会 该生的没生下来 生下来的没照顾好 你们俩复不复婚我不太关心 你们俩怎么能够担负起 该担负的责任 这是最重要的 按照刚才两位所说 离婚是一个解脱 应该是说你们都从苦海当中 逃脱出来了 这半年应该 过得比以前好吧 我不好 我不好 哪方面不好 带着孩子 带孩子 以前没带过 没带过 都是她带 那你不会是家里缺带孩子 你找她来的吧 那也不是 那咋说这玩意是一个家吗 既然有个孩子 那我是肯定要把她带带回来的 开头吧 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就是我俩说非常相爱 也 她就偏要这个孩子 她要了以后吧 你说给我说白安 我是一个非常散漫的一个人 你是人嘛 听得一遍又一遍地说 这个孩子我本来不想要 我本来不想要 那现在想要 她是她是现在不懂事 没有听见你说这样的话 她听见你这样的话 对你这种父亲特别失望 那她儿子就在那个摄像机下面 睡着了 睡着了 在那个摄像机下面 她有个朋友抱着她睡着 长得特别可爱 哎呀不是这大哥 我就是觉得你还没长大呢 你不想要孩子的原因 是因为你还是个孩子 为什么女生不要孩子 我很奇怪啊 因为我不给她 你看双方父母都没有 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 你知道我多长时间 以泪洗面吗 就是啊 我觉得孩子还是跟妈比较幸福 对 我觉得就别付婚了 婚别付了 你把孩子抚养权让出来 你也抚养不了 你也没这水平 你让出来 你付赡养费 你每个月付赡养费 孩子有母亲抚养 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 你为什么摇头呢 我肯定不能让她 为什么呀 因为我俩必须得要复婚 那你拿这个当要挟的武器 你就不对了 你不能说我有孩子 你就得跟我 这个就是一个无赖逻辑嘛 我不想要这孩子 你要了这孩子了 那你就要负责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怎么作都行 然后你跟我离婚还不行 现在你可以跟我离婚 离了婚小样孩子在我手里 你还得给我回来 伺候孩子伺候我 你觉得这逻辑好吗 令人发指 我问问女生 如果孩子归你 你还要跟她复婚吗 不会 为什么 如果她要是能改掉 她的那些个 坏毛病的话 责任感多一些 我会考虑的 她改不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 你改不了吗 打你上台 到现在为止 一丝一毫 让我看不出你爱对面这个女孩 你也不爱你孩子 感受不到你对她那份亲情 但我现在爱孩子了 你就这么说 太空洞了 你是一个非常自私 没有责任感的男人 你不配做人的丈夫 更不配做人这个父亲 你看你的从工作方面来说 不愿意去打工 愿意去创业 不是为了做得更好 为了什么 自由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去喝酒就喝酒 想打游戏就打游戏 没有人会管你 这是你要的 第二次 既然不想要孩子 为什么一而再的 让她怀孕 你有责任感 第三 她那么痛苦 肚子疼 你呼呼大睡 你爱她吗 看不出来呀 你是帮不到什么 但是你心里不疼吗 你知道你把孩子抢过来 她整日以泪洗面吗 你知道 不为所动 我就是不给你 你得回来照顾孩子 就你这样的人 配有老婆 配有孩子吗 还跟着上台阵阵有词 姑娘 孩子咱们一定要回来 用法律手段要回来 这个婚一定不能付 因为她根本就改不了 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是我俩毕竟是有感情的 我俩 那是你认为有感情 真有感情 她会呼呼大睡 认你疼痛吗 明知自己带不了这个孩子 她就是不给你 邀请让你回来 不是因为爱你 而是她要一个所谓完整家 可以让自己去玩啊 去玩游戏呀 不用管孩子呀 所以 用法律手段要回孩子 她是 的确是事实上的父亲 她是要付抚养费的 你掏不了这个责任 但是你想要那份爱 用自己的行动去争取来 而不是要挟了 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出去我就看见她嘛 坐在现在的那个女孩子的位置 抱着你们的孩子 那会儿孩子还是醒的 我看见男生 抱着孩子的时候 还蛮像一个慈祥的父亲 这会儿他上来之后 这嘴巴一开 这形象立马翻个 我就有的时候特别不明白 你说这孩子 漂漂亮亮 活泼可爱的 就这样处在你面前 十九个月 你还要口口声声说 我原本不想要她 你口口声声说 我现在是爱孩子的 但你却明明把孩子 作为要挟她的工具 其实我特别不想说 你是个坏人 她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她倒不见得真有多坏 她就永远长不大 而这种人是罪害人的 你要是坏吧 可以决心决意地离开你 可以走得开 偏偏的她不是那么坏 她就是永远长不大 永远不懂事 这辈子都不懂事 而你跟着她又非常的累 所以我就特别不明白 你怎么会找一个这样的男生 爱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我在成长过程当中 我缺失了任何一种 比如说父爱 或者是兄弟之情 你都会把这所有的爱 要求到这一个角色上来补偿 因为她说是这一辈子 陪我们走过的人 而你恰恰是曾经是个孤儿 所以按道理来说 你对于你的爱人 应该期待非常之高 你应该希望他给你如父如兄的爱 来弥补曾经你成长过程当中 缺失的所有的东西 但是你没有 你恰恰找了一个特别不成熟的男人 所以说对于爱人 期待越高的女人 往往会物极必反 第一要么就特别敏感 宁缺物赖 第二就是像你这样的 不是的不是的 因为我俩吧 刚刚认识的时候 我很小 我那16岁嘛 就是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爱 16岁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孤儿了对吧 对 我10岁的时候就我母亲去世了 所以你别说了 我知道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恰恰你从来没有得到过爱 所以随便有个男生 他可以给你一些温暖 你就可以接受他 所以才会造成你今天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的意见跟他们也是一样的 你想清楚 这个男生 第一 他不是时恶不赦的坏 他肯定也有他的好 但是他可能这辈子长不大 你只要跟在他身旁 你就要付出普通的妻子 更多的关爱 去处理他的问题 处理你与他的家人的问题 一切都要你来处理 所以你要想清楚 你能不能承受 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去处理这些 如果没有 宁愿独立地自己带着孩子 你是个孤儿 但是你真正的至亲 其实是你的孩子 那个孩子比你这个老公 要跟你亲得多 你宁愿用非常危险的方式 在他身上投资 不如好好的 把所有的爱 倾注给自己的孩子 那对于你来说 才是真正值得付出的 我知道你肯定会出来 但是我依然要这样告诉你 只有孩子是值得你倾注 所有的爱去付出的 而这个男人 你付出十年耕耘 不会有一分收获 就这样 这事呢 你就算算账吧 其实就特别简单了 你养个儿子是养一个 你回家跟他复婚 带着儿子 你是养俩 你是想当一个儿子的妈 你就去要儿子 你想当两个儿子的妈 你就复婚 特别简单 别纠集 长不大就长不大吧 有些人就是命好 一辈子长不大 有人伺候着 那你稍微对妈好点啊 你不都对妈不好 我对她都非常好 但是只是说 非常好 她生产的时候肚子疼 你都不搭理她 一个细节就说出来 你不怎么地啊 还用说什么呀 你怎么会对她非常好呢 可能这是我一辈子都能 弥补不了的事情了 那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 她能恨死你 那我不能 我不记仇 所以说嘛 听明白了吗 对她好点吧 能改吗 能改 能改吗 真能改 来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60秒 媳妇 三家子涵 等着你回来呢 你回来吧 以前的所有的错误 我全部改正 你回来吧 行吗 媳妇 你回来吧 子涵你非常喜欢你 你回来吧 她特别现在想你 你回来吧 行吗 如果你要是真能改掉 你的那些毛病 如果你把你的爱 能给我多一些 我真的会考虑的 我会改正我自己的 所有的错误 然后我会把这个家 也会照得非常好 你每次都说改 你真的能改吗 我这回 冲天冲地 冲我自己 我绝对发誓 我绝对改 行吗 我求求你了 回来吧 真的 我一定什么都改 考虑一下吧 别考虑啊 真的 你回来吧 你能够先把孩子 这个抚养权让出来吗 可以啊 然后在一两年之后 看你的表现 那也可以 可以吗 可以 来吧 还有一次求助的方式 是你要还是你要 我要观众 看来这节目还老看啊 你想问观众什么呀 如果他要真能改的话 我是否能回去吗 啊哈 你能改他当然能回去 那我这么帮你问吧 大家觉得先生能改吗 你们觉得先生能改 就选赞成 觉得先生不能改 就选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我觉得能改 来 请选择 请选择 现场5.26%的观众 是觉得你能改的 还有94.74%的现场观众 觉得是你改不了的 我跟你问问啊 为什么觉得你改不了 我选择他不能 不能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 让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去 打掉一个孩子 其实是一个男人最基本的 一个担当跟责任 就是所有责任的 最基础最基础的 他到34岁都不明白 我觉得他这辈子不会明白了 来 小伙子 我认为他能改 我觉得能改 一个男人嘛 应该是有这个责任的 肯定能改 能改是吧 我必须要说一句话 如果一开始 我还对他抱拥 这百分之零点零几的希望 基于人的善良 我觉得他能改的话 我现在断定他改不了 为什么呢 一个人的成熟 尤其是一个男人的成熟 是成熟 是从支持开始的 他现在还不支持 他还一直在笑着 他从来没有意识到 复婚的严重性 和将来要承担的责任 他还一直在那摇来晃去 要不就做鬼脸 他一直在卖忙 所以你好好好地考虑一下吧 因为不光是你一个人冒险 孩子也要冒险 兄弟 这半年里孩子谁在带 我带的 自己带的吗 不是 不是 我大姐 三姐 是你在带还是你三姐帮你带 三姐 三姐也帮我带 然后我四姐也带 你自己现在能陪她睡觉吗 能 你会给她换尿不湿吗 我姐帮她换 你会给她做腐蚀了吗 不会 我姐的东西 那你所谓这半年带她是指带她什么呢 就带她玩 带她玩什么 就是在家里头 就是我打游戏的时候 她在旁边跟我一起玩 你打游戏的时候 她跟你一起玩 对 19个月的男孩 19个月的孩子 你带她打游戏 你有人性 你有人性 所以 希望你是一个聪明人 交换箱子吧 两位请会 请关门 别跟着起急了吧 有些事你也阻拦不了 你能提供的只是观点和维度 你还能决定别人的生活吗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要看一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5 4 3 2 1 Bolong 暴容眼镜提醒您 精彩节目 暴容眼镜提醒您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5 4 3 2 1 请开门 他得是回来了 来 媳妇 上一遍说了 哦 来 枪子给我 基本属于绑架了 以后我会对你不好的 知道吗 你还记得咱儿子奶瓶吗 我们的儿子那么可爱 你舍得吗 行 破镜重圆也是一好事 你仔细想想 这姑娘离开了她 去哪儿 谁收留她的 那儿子跟着父亲 连个明白人都没有 不是更可怜 所以我倒觉得 利大于弊吧 他知道她回去是个苦 可是他也没办法 行 我祝你们的孩子 能够健康地成长 来 两位到这儿来 成功复合的情侣 将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 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来喊 开始和停 来吧 媳妇 你来 开始 停 恭喜一下吧 现场牵手成功的嘉宾朋友 将会获得由 布朗姆暴龙眼镜 提供的情侣太阳镜一对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小花童 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 选择幸福 选择亚塞河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一下 他们的这段时光吧 老婆 咱俩同意的父亲吧 跪下 从那个门走出去 我希望你能够长大 谢谢 走吧 舒缓一下吧 我们还是希望孩子能够获得幸福 我们希望经过今天的这档节目 先生有所触动 能够成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对因相亲而结识的年轻人 他们的爱情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猴 27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超市业务 女嘉宾小刘 26岁 同样来自辽宁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两位好 愿意在这个现场 把箱子里的秘密分开吗 愿意 愿意 相亲认识的是吧 对 大概多久之前箱的呀 半年之前 现在你想分手 对 为什么 因为那个我觉得我们才 那个相亲才半年 然后他总是缠着我 就是每天约我吃饭看电影 然后我觉得这个频率太频繁了 节奏太快了 而且他父母还总是逼我 就近期跟他结婚 我觉得自己有点受不了 我就是觉得吧 那个男女朋友 就应该多沟通 一周一次 这叫谈爱朋友吗 我天天约他 这也是因为他总不答应呢 谎了没到 太着急了吧 都半年了 刚才女生说你想结婚是吗 对 是你的意思 还是家里的意思呀 既是我意思 也是我家里的意思 你见过他父母吗 首先我们父母都认识 然后我们就是双方父母 介绍认识的 那你父母怎么看他呀 我父母可能当时 介绍给我 是觉得他还行 挺好的 就介绍给我了 那所以人家爸妈觉得 着急让你们结婚 好像也没什么 是吧 姑娘 我是觉得就是半年之后就结婚 感情上也没到那么深厚的 一旦以后婚后出现问题了 有了孩子 我觉得这都是负担 都是问题 就慢慢谈着吧 小伙子 可是该到这个时候 就应该该做这件事情了 应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就应该做这件事情了 我特别想问问 你觉得姑娘为什么就对你这样 是什么原因 比如说她没看上你 你看上她了吗 当初第一面觉得这个人还行 现在我就觉得她总是频繁跟我见面 然后我一点自由时间都没有 我现在有点烦了 不是 我觉得你这有问题 你要不喜欢人 你跟人说 你别耽误了人家小伙子的青春 你又不说个名话 人家怨你又嫌烦了 我是说她这个频率太快了 大家也都是上班工作挺忙的 一周见一两次也就得了 一周见两回 你不见她你会想她吗 就一般吧那种感觉 我为什么一直黏着她呢 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她呀 是 我为了她呢 我把很多的时间都用在她的身上 包括以前我曾经喜欢玩一些游戏 我都给放弃了 全心全意就是想去爱她 去爱一个人 姑娘你很忙是吧 也不是很忙 每天都有工作 也有自己的时间 不是 你对 你不是还有自己的时间 对 你也有自己的时间 为什么你就不能多分出来一点 来回应我对你的爱呢 对 我就这问题 我觉得我自己跟她的感情 没到那个就是说热恋那种的 我就觉得相信 那你现在跟谁来往的比较多呀 你的时间都用给了谁呀 我觉得吧 我时间一个就是工作 一个就是我的朋友 家里人 我觉得你是不是因为 毕竟结婚毕业太紧了 所以你才格外对我冷淡了呢 确实是 因为主持人有一次 是我父母是跟我吃完饭说 就是他们私底下已经订了 就是要订哪个酒店 哪天怎么怎么这样 然后这件事情 我自己一个人都不知道 然后我当时就请来袭 给他打电话 然后我就说 这事你知不知道 他说他知道 然后当时我就说 你们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就把我盲在鼓里 我觉得这个 那个什么 就是太不尊重我了 咱们俩父母 本来就互相认识 他们私底下约定的事情 他们自己先谈好了 才告诉我们的 但不是世界上 每件事情都必须你先知道的 地球不是我们的理论的呀 结婚这件事情 得他先知道 我们父母自己既然认识 我能问问他吗 可以 这是你初恋吗 当然不是 不是 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为什么分手啊 毕业了就分手了 那你们那会儿 大学谈恋爱的时候 得天天在食堂吃饭吧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隔三差五看的电影吧 校园里的爱情 跟社会里的爱情不一样呀 那有啥区别 不都是谈恋爱吗 就那个时候 年龄跟现在也不一样呀 主持人 我跟你说 大家有别的事情没说 什么事 他不光是在明面上的这个问题 他实际上还有一个 是暗恋了四年的男生 明面上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暗恋了四年的 你不要跟他比 不不不 是真的吗 肯定是真的 因为这个男生啊 打篮球好 相貌好 然后家里还有钱 学习还好 确实是暗恋了四年 你不要跟他比 我觉得什么人都跟他比不了 你觉得他好 然后是别的 什么人都跟他比不了 但是你觉得他 你和他可能吗 在我心里 也就是别的男生 在他面前都是尘埃 就算你成天心里也想着他 但是他把你当什么 他女朋友换了这么多 你也只是他的哥们而已 你也不是他 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想法 你心里不知道吗 他怎么对你的你不知道吗 但是我最近不也是听父母的话 然后父母安排相亲 然后这家俩不也是通过相亲才认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只是一种敷衍 所以你只是把 你叫什么劲 人家心里有一个 你都尘埃了 你还不赶紧走 但是他就算是尘埃 你就算是尘埃 就算我是尘埃 但是他另一个他跟不上 他无法在一起啊 他只能跟我在一起啊 最后只能是我们在一起啊 为什么就只能是你们在一起呢 好奇怪 因为那个男的条件太好了 从来都没有看上过他呀 不 他还可以有别的 其他的男人追他呀 不是每一个男生就是非他不娶的 这是一点 再一个 你是非他不娶是吗 我是很爱他的 这么好的男人 虽然是尘埃 他也有力量啊 可以选择啊 他只是一个选择的一个对象不是吗 那你还有几个呀 我现在也是把他当作结婚对象其中的一个选择 这不是也是 其中的一个选择 你第二个选择呢 你明白 我才是你的正牌男友 要把时间多花在我的身上 而不是别人的身上 不是他还花在谁身上 你直接告诉我 时间花在别人身上呀 今年元代的时候 我想约你出去玩 结果你呢 最后跑去跟你暗恋四年的那个男生 去一块出去玩了 我俩现在已经都是朋友 在说我们大学四年里都是相互帮助 他那个时候心情不好 我陪他怎么了 他把你当成哥们 可是你是暗恋四年的他这种感情 那是你的想法 我都说了我们是朋友 这种感情 你抱着这种感情跟他出去一起玩 我不接受 而且你们去了什么地方 你们去的是圆明园 他暗恋那个男生和他前女友 过情人节的地方 这叫什么事啊 我们都说我们是朋友了 我陪没朋友怎么了 安慰他一下怎么了 你暗恋的男友 带你去圆明园 祭拜他和他的前女友 曾经度过的情人节 伤感舒怀 你是去安慰他去了 是这意思吧 我就是陪朋友 反正就是 反正你也不管是干嘛是吧 对圆明园只是那样的地方 是那个男人 只要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吗 也不能说说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我基本上 如果那个男人说 我们俩去看场电影 你去吗 看场电影就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为什么跟他就不行呢 我也没不跟他看电影呀 你跟我确认一下 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我俩就是相亲认识之后 然后现在他拿女朋友的关系 我就觉得吧 他就是一直把这个 他爱恋爱这个人没有放下 那你介意吗 我觉得因为我也曾经为了爱情 放弃过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把他以前的 就是为了爱情 不光是因为他 前女友是吧 算是吧 都是有故事的人嘛 所以他好像也不是不会谈恋爱 他好像也不是不明白 什么是谈恋爱 那姑娘你就把那心底的话说出来 你跟这小伙子叫什么劲呢 我没跟他叫劲 就像他刚才也说了 他之前也为他前女友 放弃过一些东西 然后他 我都没在意他过去的事情 然后他在意我大学暗恋 谁大学里没有暗恋的男生 但是我都已经把过去放下了 你就为什么不能也把过去放下 和我好好在一起呢 这事我基本听不懂 你们帮着梳理梳理吧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文件 女孩根本就连喜欢可能都未必谈得上 更别提爱了 还叫他男朋友 你这是坑人家 这小伙子牵过你的手吗 牵过呀 吻过你吗 没有 半年了连吻都没吻过 叫男朋友吗 就人和人和之间是不一样的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连爱都谈不上 不然的话 找小鸟一人投怀送抱了 还有你 人家说你是他男朋友 你就以男朋友自居 骗谁啊 骗父母我可以理解 骗他父母我可以理解 不是认识吗 试交吗 你骗自己有什么意思呢 我希望能把我爱他这种心情传达给他 感化他对吧 他能够回应 我跟你说吧 最可能如果你们这个剧情往下走 终于有一天 他死心了 他一想也没别人可选了 要不就嫁给他吧 你欣喜若狂的说 嘿 终于让哥们等到了 最后婚礼满 你就走完殿堂 马上就要见证奇迹那一刻 男一号出现了 说我还是爱你 跟我走吧 他转头就跑 哪怕是这样 我也愿意去拨一个机会 哎呀妈呀 我这行 你看看 我不认为这个兄弟虽然这么执着 你说的爱真的是爱 你也是到岁数了 想给父母和自己一个交代 老话说 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是耍流氓 但是 只以结婚为目的的假恋爱 才是真流氓 哎呦我听完了以后就想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男生 我觉得你是感觉好像到岁数了 就应该找一个 我觉得这只是一部分 我觉得婚姻方面 在我们感情中只是一部分 更深一步呢 更深一步 我们是有真感情的 我至少我对她是有真感情的 那对你没有啊 我只是希望能够传达给她 让她得到她的回应 那个人她根本就不会跟她在一块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会跟她在一块啊 你又不是那个男生 这是你的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咱女生 我再向着你 我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这个 就是我觉得你跟她压根 也没有什么感情 然后你呢 也是为了你爸你妈说觉得合适 就是先交往着 你也属于浪费她的大好青春 你要是不同意就算了呗 不同意就分开各自过各自的 你也得到了解脱 还有 你要是那么爱那个男的 为什么不跟她表白呢 你跟她在圆明园 你就直接说你别追忆了 你看我怎么样 或者是 把你们俩这些年 她说的也说过吧 你说过吗 这个大学四年里没有 我俩一直都是好朋友 我觉得以朋友这种方式的 去跟她相处更好一点 哎呀 你要表白了 太可惜了 说不定就成了呀 对 所以我觉得呀 你应该放手 把我们这男生放手 对呀 我这不就是来分手的吗 你是来分手的 好好好 行 那你分完手啊 你别忘了再去跟那个男生说 你爱他 然后这么多年的感情 说一下 兄弟 也没准你们就成了呀 别难过啊 就咱爱的人 让他得到自己的真爱 咱是一种幸福 不是小伙子 有一种爱叫放手 你爱的人不爱你 跟你在一起 一辈子不幸福 你也会很痛苦的 好吗 我觉得今天是时候 尘埃落定了 你的这份爱呢 我有尊重的点 但是呢 也有不同意的地方 真是说 他的父母 你的父母都同意了 相亲之后 然后你对他单方面的爱 就一定必须 他就应该跟定你吗 不要一味地去追了 浪费自己的青春 也错失了很多其他好的机会 但这小伙子如此地追呢 很大一部分问题在于你 你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呢 不好意思 我没有喜欢上了 为什么还要说确立我们是男女朋友呢 这个多害人呢 你其实心里一直向往的 是和那个心目中的那个男人在一起 你这一点有点自私啊 你这边不放手 那边你还伺机而动 但凡有个机会 我这放手了 我今天跟来分手的呀 肯定是要放手 一会儿一定不能出来 然后之后啊 勇敢地跟那个哥们去说 我喜欢你 你这边如果跟他不是男女朋友 那边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表白 兴许幸福就抓到了 勇敢一些 学习他身上有一点很勇敢 爱要大声说出来 就这样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 他曾经出现过 那么剩下来的人 就都成为了将就 而我不愿将就 向来远浅 奈何情深 既然情色起 何以生肖末 一部电视剧叫何以生肖末 你看过吗 没有没看过 你应该去看一看 里面有一个角色叫何以琛 刚才那段话就是他说的 他说如果那个人出现过 剩下来的所有人 都成为了将就 而我不愿将就 他执着地等待了十几年 你要么就做何以琛 你要么就离开 培养出来的喜欢 只能是习惯 不爱就是不爱 不习惯就是不习惯 你内心非常清楚 要爱就爱 要离就离 你要是若即若离 我只能说 你人品有问题 还有你 在韩剧里面 你这样的人顶多活两集 但是你想要一直活下去 想要有一个大结局 那也是你的选择 但是生活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 我不知道你对他是真正的喜欢 还是不喜欢 但你明明确确能感知到 他不喜欢你 如果你这一辈子 愿意做一个默默的关注者 那可能是你这一辈子的悲哀 因为 时时刻刻你会成为那个人的影子 他所有的迟疑都会天天折磨你 但如果你愿意承受 那也是你的付出 但我一点都不钦佩 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爱情有的时候 就像一门精确的科学是一样的 骗不得自己 有一种爱叫放手 放了对方 这样的话 不思维是一种成全 就这 事都摆在那了 自己决定吧 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把你以前 那些不成熟的想法给放弃 把你以前那些少女情怀给放弃 因为你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 如果你不赶快做一个决定的话 耽误的不光是我还有你 我觉得这个感情这种事情 这个未来幸福和结婚事情 还是一件大事 关乎我一生的幸福 老师们也说了 我还是希望 我还是觉得 咱俩不合适 如果你在那边 你去表白了 他没有接受你 我希望你能够再回到我这边来 我刚才已经说 我觉得咱俩已经不合适 我觉得以后也够呛吧 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吗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想再重复 一个人一旦痴迷样东西的时候就傻了 别那么吃 来来来 看一下 你用帮助的方式 也许就翻盘了呢 对不对 你看 我选择见赏观众 希望各位观众能帮帮我 谢谢 不不 你选观众干嘛呀 来帮我收拾想法 我应不应该继续追他 小伙子说了 我该不该继续追他呢 该追 选赞成 不该追 选反对 你们可慎重 千万别害了他 来 请选择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不该追 你回家一定要听上网搜一下这个歌词 就陈小春唱的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5 4 3 2 1 不弄暴容眼镜提醒 5 4 3 2 1 请开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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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听人劝吃饱饭了吗 嗨 早说这话不就没事了吗 可能你从来没住进过我的心里 你说那意思就是压根就没有过 所以他就走了 好了 大家都释怀了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老图有话题 天天圈的用户为了明天提问 我和男友相恋四年 近两年他离开父母来杭州陪我 但他觉得我太孩子气 有很多事情处理方式 我们大相径庭 他提出分手 最后我们约定一年的时间作为缓和期 如果一年后我改变了 就还在一起 我这样做对吗 如果相爱 那一定是日日相见 刻刻不厌 哪怕对方幼稚 陪着他成长也是个快乐的过程 很显然缓冲期的这一年 其实是变相的分手 既然分手 何必要再拖一年呢 感谢各位收看了本期 由布隆 暴龙眼镜冠名播出的 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特约播映的 休闲旅游找途牛 下载途牛APP 手机预定 更便宜 本节目由 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 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传递生活正能量 天津卫视